3 2 1 开始 今天是周六 这是我的第六段视频 本来我是打算昨天晚上拍的 又到了周五晚上 但是今天晚上不能休息 现在家里太乱了 我等我把家里收拾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来正式的节目吧 好了 我先吃饭去了 但是昨天晚上吃过饭之后 我就睡着了 一觉起来是凌晨4点钟 再一觉起来就是早上8点钟 就准备今天来搞定它吧 好乱啊 这个群晖的NAS 下周三晚上我就要出发去越南了 然后从越南回来之后应该还会挺忙 因为还有三个神秘的产品要送到我这里来 所以说后续的话 还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昨天的话我收到了三个包裹 所以说今天的话会有一个开箱 但是我会把它放到最后面 先丢到旁边去 上周的话我发了一个米家小相机的一个开箱 一不小心就成了全网的第一个视频开箱 有不少朋友都问这个米家小相机的画质怎么样 它拍出来的视频跟Gopro跟小蚁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啊 上周六的话呢 我跟另外一个UP组三米罗出去拍了一个下午 做了一个米家小相机的一个对比的一个评测 找一个Youtube的网友面积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我们这边不能拍照 刚刚买了一瓶咖啡 当时我们带了七台运动相机 主要是小蚁跟小米的 低端中端和高端的全系列 两台米家小相机 一台小蚁的4K Plus 两台小蚁的4K 还有一个小蚁的一代 还有一个是小蚁没有在国内发售的Elight 这个Elight的话国内售价可能是799 所以说其实Elight跟米家小相机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 首先我说结论 我个人对小米这个品牌我是没有什么偏见的 我自己家里面也用了很多小米 虽然说米家小相机它的开机声音十分有个性 上次在开箱的视频中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开机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米家小相机它没有反应 诶怎么没反应 有朋友说要我看说明书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在后续的测试中 我发现这个是米家小相机的一个严重的一个bug 解采相机同时在拍摄 发现它就没有反应了 并且只能通过拔电池的形式来进行一个重启 现在不知道米家小相机是没有电了 还是又死机了 电池还有一大半 拔了电池之后 它才重新的一个开机才能正常的一个操作 虽然说米家小相机有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bug 它一天可以死机五次六次的 它可以在你开机的时候死机 黑屏了它可以在你拍摄的时候死机 又死机了 电池第三次还是第四次 第四次了 拍个暗关条件下 第五次又死机了 但是我还是要给米家小相机打十分 十分 至于为什么我等会再说 我们那一天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分辨率 也都做了这么一个对比的一个评测 你看看这边来吧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日观的场景下 4K60 进入到了一个阴影底下 四台相机在暗关情况下 我并不是一个参数党 我更多还是从实际体验的角度来塑像 我对米家小相机的一个看法 在过去这一周 也有不少的其他的一些媒体博主 都做了很详细的米家小相机 跟Gopro的对比 米跟小乙的对比 无庸置疑 4K触摸屏操作 这些综合的配置下 699元的价格 它的确是一个性价比挺高的一台相机 但是它的整个机器的质量 然后还有它的画质 都不能说让人满意 我个人对米家小相机的一个看法就是 它的调效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在白天在4K模式下的时候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画面的细节不够 同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用小乙4K 4K Plus 甚至小乙1代 你家小相机它的天空部分就会过曝 画面的这种建筑的细节也会少很多 所有的模式 都是使用它的一个默认的配置 对比了4K 对比了1080 它的画面相比小乙的4K和4K Plus 当然是没法比 相比小乙的1代和Elight 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在晚上的表现的话 我个人是很不喜欢 在晚上用运动相机进行一个拍摄的 由于运动相机它的尺寸所限 它的感光元件都很小 基本上所有的运动相机 在低光和弱光的环境下都是渣渣 但是米加小相机它还是有不少优点的 它的触摸屏的这么一个操作 的确还是很方便的 在六宫格上面选择不同的拍摄模式 并且进行一个切换 它可以进行一个定时的拍摄 一个延时的拍摄 还是可以给你的拍摄 带来很多不同的玩法 比如说我们就用它来进行一个延时拍摄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还是要强调 强烈不推荐现在购买米加小相机 质量的确是太让人忧心了 我在数字尾巴上面还看到了一个很悲剧的留言 就有一个网友 他用米加小相机向他的女朋友求婚 进行了一个很特别的策划 准备把米加小相机通过气球送到高空去 结果米加小相机出现故障了 它的全部数据都丢失 你的男朋友还是很有心的 想到了一个这么有创意的方式来跟你求婚 还是要祝福你的 在这里强烈提醒 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使用你事先使用过的可靠稳定的产品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应该都懂 不要拿一个你没有用过的一个新产品 去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熟悉它的操作 你不知道它的可靠性 可能就会导致像这个网友的这么的一个 比较遗憾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还是要给米加小相机十分的满分呢 这里我就是要表扬一下小米 我米加小相机 我自己是买了一周 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我是把它退货了 退货还是很方便 我是从小米的官网买的 直接上小米的售后申请了一个退货 发了一个顺风 寄到了南京 花了我12块钱的邮费 一天就给我审核通过了 并且给我15块钱的邮费补贴 买了一台米加小相机 用了一周 我还倒赚了3块钱 这我当然虽然说中间死地了很多次 但是我赚了3块钱邮费 不给它十分也不好意思对吧 我个人还是很希望 就是米加能在这个价位中推出一款质量可靠的一个产品 毕竟这个价格对于不少的消费者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上次其实我说错了 微乙的话可能是一个多小时吧 小乙4K的续航应该也有两个小时 像现在小乙4K它的实际售价可能就1000块钱 只比它贵了300块钱 但是它屏幕更好 并且来说它发布了有应的时间 它的质量更加可靠 在这里我要吐个槽 虽然说我刚刚表扬了小乙 说它的质量更可靠 但是我上周评测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的那台小乙 电池接触好像不良 送回小乙返修了 所以我用我的国产的运动相机 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乱七八糟的问题 总的来说呢 我还是希望米家它能赶尽产品质量 能够给消费者更多的一个选择吧 说完了小米 还有就是上次的雷电正列的绞尽拆 我会采用哪一种RAID格式 读的速度会有多少 在这里我公布答案 最终我采用的是一个RAID5的磁盘的一个模式 它的写入速度 我自己测试下来大概是670兆每秒 我看到留言的有各种各样的组合 各种各样的单位 最后的话还是恭喜这个叫做 小黄姬的朋友 他的回答是RAID5 550兆 他已经是最接近了 一转器的USB3.0的转接口送给你 好了 最后的话开箱的一个环节 三个包裹 首先的话呢 我自己是买了一个这个 iwata盐田的一个LED灯 这个LED灯是上个月新发布的 我是昨天中午在公司说到它了 现在我在公司 出去吃饭的时候刚好就用了它 这个就是iwata便携式的LED灯 做工还是很精致的 背面有一个屏幕可以显示现在的一些参数 这个灯它特别适合你旅行的时候带着 跟一台iPhone6差不多的一个尺寸 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面特别小 特别适合美食国主拍照的时候补个光 拍出来的效果就会特别好 价格有印的小贵 官方的价格是399人民币 它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控制你的光照强度 所以说还是很方便的 盒子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个USB的电源线 可以很方便的通过USB来充电 另外还有一个是柔光板 送了一个小的橡皮筋 上面这里是没有卡扣的 应该就直接把这个柔光板给绑到上面去 还是一个挺简单粗暴的一个解决方案 用柔光板之后光就相当来说没有那么硬 这是直接照射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用柔光板的一个效果 拍人像的时候用柔光板还是会好一点 这是今天开箱的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包裹 这是一个沙汤库 因为下个星期前我要去的是越南的牙砖 然后我们会在海边待4天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很便宜 才40多块钱淘宝上面买的 还有一个从深圳发来的一个快递 朋友送我的一个东西 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吧 出来了 少数派的标志 让iPhone秒变VR全景相机 这是一台360的VR相机 这是少数派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insta360nalo 这里还有一个眼镜 insta它是一个国内的VR相机的一个产商 insta它应该这座发布了一款新品 新款的话应该过段时间也可以到我手体验 好像泄露了什么秘密 这是他们去年的一款产品 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种VR相机 说明书中文英文韩文日文都有 这个就是这个相机的本身 应该是把这个架在iPhone上面来用的 架在iPhone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支持当前设备 大概使用看一下 它的正面有个镜头 然后后面也有个镜头 下载它的一个APP 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全景的那么一个操作 手机里面是可以看到我家的一个全景相机 未插入TF卡 感觉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VR的相机 盒子里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现在优酷YouTube都已经支持这种VR的视频了 然后微博也支持这种VR的照片了 还是可以带来很多很好玩的玩法 我会把这个带到越南去 然后来进行一个360度的一个旅行的一个体验分享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么一个视频 我后面可能会尝试一些更加自由的创作风格 会加入更多的一些这种在户外的一个场景吧 这期的视频没有想好送什么 但是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 把这一台360的相机作为礼物送出去 还没有想好是什么样的抽奖方式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罗磊罗嗦 后续的关注这种好玩的产品旅行摄影相关内容 我也会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更新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罗罗磊磊进行一个交流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话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等我还要去剪视频 第六个vlog先结束 下次见很快就会见 拜拜